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感谢您持续锁定这节1900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到这个惊险的画面 南投一辆在买高丽菜的大货车 在清静路段狂飙 目测的时速至少是逼近百公里 不慎坠落20公尺深山的古惊险 一瞬间 另外来关心高雄市陵园区 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石化厂员工骑机车上班途中 被一辆砂石车撞上 机车因此起火燃烧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造成了他被活活烧死 先前赶到现场时 看到丈夫成了一具烧焦的遗体 情绪崩溃哭到贪软 再来看到这起意外 则是因为天候不佳 昨天晚上一部最小客车 行经红武公路时 当时下着雨天色昏暗 没想到竟然一面撞上了一个大石块 导致车头灯保险感都破裂 连安全气囊也全部都爆开 所幸他并无大碍 而警方事后解释 疑似是因为几天连续下雨 导致土石松落才会有零星落石 身为消息来看到 怎么会有这样的笨贼呢 新北市巴黎上个月23号凌晨 一家五金行被偷走16只手表 没想到钓鱼监视器画面来看 发现窃贼是平常与好朋友相称的常客 让店家提笑皆非的是 偷东西就偷东西 男子竟然还用伞来遮脸 拿手电筒打光试图要挡掉件事情 好 再来看到呢遇到这样寄而不舍的警察 应该没有嫌犯逃得了吧 被网友誉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 一名警察在雪地中追车的时候 居然跳下警车直接用双腿狂跑追车 跑了一下子居然真的追上车子了 立刻跳上车逮人 网友看了直呼不可思议 好 继续带您关注名处阿基什 爱气好男人形象甚至人心 但是好形象瞬间崩坏 遭了质疑被判34年婚姻 因为他从10月起辆都被拍到隔一名手里上摩铁 而且都待半个小时左右 阿基什针对偷心做出回应 表示名词是他的粉丝 在切磋做菜的过程中 发展出偶像与粉丝之外的感情 不过强调两人两次都没进房间 只是在车上拥抱 还有嘴对嘴的动作 不过不否则有偷心 名处阿基什和女子上摩铁 根据他自己的解释 是诚信粉丝过于热情 并且对他有不切实际的想象 阿基什表示这位诚信粉丝 以老二自居 说不会和他的太太计较名分 经常买衣服和保甘产品给他 对他脑虚寒问暖的 事实上阿基什在9月接受专访时 就曾经透露 有一名疯狂粉丝对他超级热情 缠着他不放 好阿基什下午召开了记者会 看得出来是有备人来 似乎是做好了准备 没有讲稿有问必答 但是阿基什的画夹子一打开 似乎停不了 是越说越离谱 说上摩铁是为了开导女粉丝 不止嘴对嘴还说根本没进房 只是在车上拥抱说要先满足他 缓和女粉丝的情绪 似乎是越描越黑 好谈到阿基什不止很会主菜 爱奇的形象更是深植人心 谈起这段34年的婚姻 阿基什一路在镜头前落泪 敢看老婆一路相挺陪伴 不离不弃 还说太太像是只笨鸟 不管自己发生再大的风波 这只笨鸟始终守着他 就连这回爆出疑似出轨的行为 阿基嫂同样是选择力挺 没有任何的怨言 还交代阿基什不要伤害这名粉丝 民主阿基什惊爆和首女上摩铁 过程中还有拥抱嘴对嘴 爱家疼老婆的形象瞬间崩坏 曾传出有婚外情的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顾仲亮 今天在反毒的活动上 被媒体问到阿基什也传出婚外情 他巧妙闪躲回答说为什么是也呢 还说媒体很坏 另外来看到陈子一段时间的九把刀 通吃风波后首都现身 因为和邱毅的官司还没结束 5月遭到邱毅提告 九把刀的脸书文字涉嫌加重诽谤 一审判九把刀无罪 邱毅不服提告 九把刀在公司人员的陪同下现身 但吵的是刚好遇上了阿基什 身陷类似的桃色风波 接下来这位也是引发争议 因为力挺太阳花学院一夕爆红的刘乔安 被周刊惊报是个高级原交妹 并且有影片佐证 只是后来因为价钱乔不聋 双方交易破局 事情曝光后 刘乔安告诉周刊自己是遭人涉局的 以为对方是卖酒 而今天上午刘乔安则是在脸书上求救 希望有律师可以帮他打官司 刘乔安传出高价原交消息后 不少人想听听当初正是因为刘乔安被外界炮轰抵制 甚至丢掉工作的名嘴彭华干如何评论这件事 但是他这回是一改犀利风格低调回应 只表示如果刘乔安染黄事件属实 基于公众人物的身份 建议他应该向社会大众致钱 好另外来看到太阳花学院领袖陈维廷前一晚 在列演出宣布投入苗栗立委复选 引起政坛波澜 一方面是陈维廷还没当兵 虽然内政部长表示学生身份缓征并无问题 但是又还是要看当地的选委会认定 而对于陈维廷表态参选 民进党则是乐观以待 可能不排除仿照柯文哲模式 这台消息来关心国民党今天举行中常会 也是副总统吴敦毅首度以代理主席身份召开 但是却不开放采访让人充满想象 毕竟不少的中常委们都希望借此让吴敦毅处理撤销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党结案 不过吴敦毅也坚持起见表态要新主席来处理 今天只会做九合一复选的检讨报告 这样的想法立刻引起立委质疑 接下来看到南投一所国小门口 一名男子尾随高中女生从背后熊暴 警方追查男子先四肌埋伏 后来趁无人偷报了两名女学生逃逸 逃逸中途又再偷报一名一共有三名受害者 警方根据了监视器拍下特征容貌要迅速打人 又发生老师体罚过当的事件了 这是南部一名家长投诉 年仅九岁的孩子到安静班上课 只是因为功课没险 老师竟然掐他的脖子还推他去撞旁边的箱子 那小朋友的脖子大腿到处都是伤痕 家长是气得向议员投诉 造一局清查后更发现 这家补习班根本是违法经营安静班 将依法对业者处分 好来看看这真的是最差身教 大陆地铁站逃票的情况相当严重 拿天津为例 五天发生的逃票事件竟然高达3800起 而其中80%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逃票 继续来看到娱乐焦点 艺人扫鞋和篮球员何首正结婚即将戒满两年了 现在有民众向媒体爆料表示 两夫妻早就生了一个女儿 而且扫鞋之前身材一度发福 就被怀疑可能是有孕再生 不过两人否认生理传闻 只说那时候是单纯发炮 国际娱乐消息 新婚三个月的乔治克隆尼再度传出可能要当爸爸了 八卦媒体拍到他的爱妻肚子圆滚滚龙起的样子 双手还摸着肚子 立刻引发轰动讨论 但是随后八卦狗仔发现 艾莫在餐厅里喝白酒打破怀孕的传闻 经济公司也证实艾莫没有怀孕 怀孕云报新闻一纸通 前总统李登辉表示 九合一大败是国民党最惭愧最失败的一次 痛批马总统无能不要脸无法解决老百姓困难应该要下台 台电今年获利政府要求回馈民众 台电承诺至少回馈90亿 以家庭平均每月使用330度推算 每货可退166元 更多的新闻内容 三分钟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准台北市长柯文哲向来快人快语 北宜直帖柯文哲主张最短距离 让他自己的市政顾问詹顺桂相当不满 认为柯P发言草率 如果屡称不听 扬言要辞去市政顾问的职务 而作家刘克湘也在脸书上po文说 听到柯文哲北宜直帖的说法让他失眠了 好史上第一次台北市府劳动局长将用投票的方式产生 今天被领选出的市委被选人 也和领选委员展开劳动对谈 而且人场都是用网络直播的方式让全民参与 对于有人不满这次领选 有领选委员自己跳出来选 引起外界质疑黑箱作业 哥文哲则解释 加入领选的人就会退出委员会 也强调最终只能从中选出一位劳动局长 一起来关心天气的消息 最近北部是又湿又冷的 但是这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上个月造成北美严寒的北极冷空气 下周将朝东亚而来 明天起就有大陆冷气团报道 周五入夜后只剩11度 下周二还有更强的冷气团 低温下滩只有10度 气象专家表示会一路冷到明年 天气又要变冷 吃火锅最暖胃了 那今年涨饭店的猪肉价格终于降价 传统市场每公斤降10元 量饭店也跟进 将是大润发和爱买 猪肉平均降幅约10%到15 全联则是调降3%到5 民众可以不用斤斤计较 多算几片肉来吃了 好 今天网路上有哪些影片 让您印象深刻呢 今年到目前为止 点阅率最高的影片 是让人又气又好笑的 蜘蛛狗吓人影片 有1亿1300万人次点阅发的头筹 还有与陌生人第一次见面 就互相亲吻或是互甩巴掌的影片 都在网路上造成轰动 原来消息来看到 自从王妃与谢霆锋传出世纪复合后 谢霆锋前妻张博之 对此事的反应呢 一直是众人的注目焦点 他一度传出报酬住院 甚至亲身的谣言 不过日前张博之被媒体执行呢 带着经纪人上街购物 看起来心情不错 也首度对前夫的新恋情 献上祝福 再来看到艺人徐若萱 魁为六年再度发新专辑 升格当人情不仅呢 参与选秀节目当评审 还自主经纪公司 一手包办经纪还有音乐创作 升格当老板 又演又唱又创作 可以说是全能才女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新闻放了一下游乐园里的 云骚飞车刺激度百分百 总是让游客忍不住精神尖叫 法国一位越野机车神车手 超勇敢 最近在墨西哥的游乐园 骑车挑战1.2公里长的 云骚飞车轨道 他在33公尺的高空 完成经济独立 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 非常感谢您今晚的加入 稍后也请您持续锁定 环境新闻二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荣 我们再会